圣上一堂 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参加今天圣上一堂 4月12日的复活节早导祝拜 马太福音28章5到6节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丁实自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我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唱物电师 感谢圣族我救赎主 感谢圣族我复活 感谢圣族我过去的交战 感谢圣族我怕 感谢圣族我全 感谢圣族我自己 感谢神不甘恶意 感谢神是我爱你 感谢神的光明 感谢神没过去 感谢神我祈祝福 感谢神不服你 感谢神不服你 在之后中的安乐 感谢神不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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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聚集在上帝这属灵的大家庭里 要感谢主的大恩 颂扬主的荣耀 敬听主的圣经 又为世人的需要祷告 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 守主是恩 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 将自己献上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能罪 便是自欺 真理在我们心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挤尽我们一切的福利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 千锋认罪 这时候我们获作后会的在上帝面前 来审查自己 我们一起来在上帝面前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躺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苦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疏忽 本性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道去做 现在我们同百前辈 决心不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有使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常侍奉主 将荣耀归于主的圣灵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愿意饶恕一切真心为罪的人 愿上帝连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 脱离一切所患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上的力量 拯守你们 得祥母圣 这都是靠着我主 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一同来念 复活日的主文 一切生命与能力的主 你曾借圣子复活的大名 胜过死与罪的女 使一切在主里面的 都要变成新的了 求主是恩 让我们能在罪上时 在基督里为主而活 并在祂的荣耀中 与主一同掌权 愿一切赞美 尊贵荣耀 与全能 都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直到永永远远 全能的上帝阿 主曾借独生 圣子耶稣基督 圣过死亡 为我们开乐永生的门 主既克施恩典 将善念存在我们心里 我们谦卑求主时常帮助我们 也能将这善念实行出来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与圣父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永违独一的上帝 世事无尽 Amen 这时候我们一同来赞美神 耶稣 柔美的救助 复活着 复活却能 真身 恨要去梦 神高阳 神洁和公义 紫柔的真 就准 银梁成仙 天时高深情 松阳 万物都屈欣 爱情摆逆 何等凄凉 何等荣耀 超过万物都屈欣 赞美的尊重 何等凄凉 何等荣耀 耶稣 耶稣我主 超过万物都屈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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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美的救助 福住 福火全能 福火却能 真身 荣耀君王 天使高深情 松阳 万物都屈欣 你来敬拜祢 何等希凉 何等荣耀 照顾万里世上 美的尊重 何等希凉 何等荣耀 耶稣我主 照顾万里世上 耶稣 我要永远 进来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要永远 清白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要永远 清白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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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希凉 何等荣耀 照顾万里世上 黑黑的尊重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何等希凉 何等希凉 何等荣耀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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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boost 你anyak impact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今天的经文举自哥罗西书三章第一到第四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父母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失恋上面的事 不要失恋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以后 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 第二段的经文 取自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第一到第十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神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毁坏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着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脏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石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里先往加利地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关系 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抱败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地去 在那里必见 这是上帝话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新加坡以来 我做基督徒以来 第一次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纪念主的复活 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个冠病病毒的 缘故以及我们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断阻措施 以致我们都在家里 在复活节这样的日子当中 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救主 当然在这断阻的期间 我想我们全国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也在这里 意请大家尽量少出门 以致我们希望能够在午夜之后 我们能够过正常一般的生活 今天在这样一个复活的日子当中 我将用以复活的主相议 这样一个题目来跟大家一同的思想 我想刚才我们所读的福音书当中 马太福音第28章第1到第10节 一般上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在第一个复活节 复活日子当中 门徒怎样与耶稣的相依 当然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 主要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件 把它描述出来 的确我们也看到说 就是当时的信徒 他们在空的坟墓当中 他们的惊喜 以及后来复活的主 向他们显现了之后 他们在他们的生命 怎样的来回应 在他们生命当中 他们如何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 当我们如此来看 整个耶稣的复活 这样一个事件当中 《格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节 他也帮助我们来了解 我们对复活的认识和掌握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了遂咬人之人出俗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在初期的信徒当中 对整个复活的概念 的了解和认识 不单单只是与复活的主相议 这样的一个事件而已 而是在耶稣的教导当中 在以耶稣复活的主 耶稣的接触当中 这复活的信息 是生殖在每个信徒的生命里面 以致门徒们愿意冒作生命的危险 来积极地来传讲这复活的信息 保罗在这里说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出俗的果子 也就是说 道成肉身的耶稣 他从死里的复活 这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有血漏之期的将来复活出俗的果子 既是出俗的果子 当这棵树有一棵粗俗的果子 成熟的时候 慢慢地 整个树的果子都要成熟了 所以保罗以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帮助我们了解认识到 复活不单单只是在耶稣的 这个生命当中 其实复活也是在 我们所有信主的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对复活的盼望 不单单只是将来 我们血漏之期 灭亡之后 灭绝之后 我们有做复活的生命 而我相信在这里所讲的复活 它也给有帮助我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与主相议了之后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的生命 怎样地来回应 约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我想这一句话 是耶稣对 这个玛利亚所讲的 我们还记得 拉撒路死了之后 他的姐姐 玛利亚和玛大 多么期盼 耶稣能够来到 拉撒路那里 能够帮助他 不单安慰这个家庭 能够在这个 以死去的 拉撒路的生命当中 叫他重新地复活起来 当耶稣见到 玛利亚跟他讲了 这句话之后 当时玛利亚的这个概念 所谓的复活的概念 还是将来的事情 就是等到以后 他会从死里复活 但是实际上 在这个处境里面 让我们所知道的是 耶稣使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但是在这样的一句话当中 这里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作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我相信在这句话当中 耶稣所要带出来的 所要告诉玛利亚的 就是我们复活的生命 不是等到我们去世 将来的那个时刻 而这个复活的生命 乃是我们在生命当中 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生命当中 接受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以致我们本身的生命 就已经开始复活了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 说其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露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露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露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起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救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深涅劫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复活的生命 在这段经文当中 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是与耶稣同死 我们从水上受洗之后 归露他的死 然后我们之后 与他一同埋葬 与他一同的复活 这也就是说 保罗一直的强调着 复活的生命 不是等到将来的 那个人死后 那复活的那种情景 复活的生命 就是在我们接受 耶稣作为我们 个人救主 在耶和福音所讲 我们重生之后 我们所流露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想到复活 就已经不是 在将来的事情 当我们想到复活 讲到复活 是想到现在 现在的生命 是怎样的来流露出来 现在的生命 怎样活住 以至于我们 与上帝的教导 能够相符合 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所以整个基督徒的生命 乃是联合在 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 我们向罪 就正如耶稣为罪而死 我们向罪而死 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新的生命 以致我们这新的生命 就随着我们今天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把它流露出来 所以一个老我的生命 和一个新我的生命 就在整个与耶稣基督相依 接受耶稣做我们 个人救主的生命当中 开始产生了功效 而这样的生命 不单单只是生活方面的一个改变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一到第四节 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复活的生命 对于我们现在 现今来说 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而是现在生命 如何的应做 有做耶稣基督的教导 有做耶稣基督的生命 而活出一个 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来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 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 我们自己人生当中 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所追求的 是我们现今 我们想拥有的这一切呢 还是我们的确 想到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在他生命当中 他所流露 他所给我们教导的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要思念天上的事 思念地上的事 我们就在劳苦愁烦当中 我们就是这样的走过我们一生 思念上面的事 乃是帮助我们 了解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 那是帮助我们 了解到神创造我们的本意 使到我们更加活出 有做上帝的形象 有做主耶稣基督生命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样式 既然我们已经 以耶稣基督死了 那我们就要问 耶稣基督在世上 他是怎样的死呢 在受难节 复活节 或在整个圣州当中 我们在大灾节里面 我们一直的鼓励 我们的会众 弟兄姐妹 借着大灾节 我们来默想耶稣基督 借着大灾节 我们来反省 我们的生命 是否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在这世俗 在这世界的冲刷冲击当中 我们就随波驻流 世界所追求的 也是我们所追求的 世界所向往的 也是我们所向往的 世界所要争取得到的 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 但是在整个耶稣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看到 在他世上的各样的生命当中 他愿意为世人 付出的生命 他愿意受苦的生命 他那谦卑的榜样 他借纳罪人 他忍受别人的绩效 他赦免这些 以他敌对的 他顺服上帝的教导 他默默地承受 这世上给予他 一切不公平的待遇 我想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我们从各个层面来看到说 借助他所流露的生命 借助他愿意 围坐这些而死 给予我们所看到的 那复活的生命 就借助他愿意 如此的死当中 而彰显出来 我想我们 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也常常活在 埋怨不满 我们常常活在 跟别人比较 我们常常活在 要争取最好的 要在生命当中 有做比别人更优业 更好的 这种生命当中 其实 可能在这样一个生命里面 我们 还是 没有真正的死 因为 在耶稣 围坐这一切 所附上的 就是他愿意 承担 我们的一切的 这些罪 在十字架上 也借助他在十字架上的 所死的生命 也给我们看到 他不受罪的挟制 他更 在他生命当中 他突破了死亡 给我们看到 整个复活 在他里面 所带来的这个能力 保罗在菲利比书 第四章 第十二节 这里说 我知道怎样的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的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友谊 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能做 在保罗在效法耶稣基督 在与耶稣同行 在思想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和他自己生命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 他认识到说 这复活的生命 帮助他怎样的经历人生 这复活与耶稣同埋葬的生命 给他能够有能力 来应对着生命不同的处境 生命给予各样的挑战 我们每个人 现在都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 肆虐的情况当中 或许我们担心 我们健康的问题 或许我们担心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意 或许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笼罩的阴影底下 我们都在许多的恐惧 无知 或害怕当中来生活 当我们说 耶稣的复活 战胜了死亡 耶稣的复活 败坏了罪恶的各样的权势的时候 复活的耶稣的生命 所给我们所看到的 是那充满能力的那种生命 就正如初期教会 这些信主跟随主的门徒们 就在当时基督教 是在逼迫 当时基督教 是在被人嘲笑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他们仍然持守着 他们的信仰 积极地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把这好消息 带给远方和近处的人 同样的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我们也看到 虽然每一个时代 这些人都没有看到 像初期教会那样 经历看到空的坟墓 但是当他们 以复活的耶稣相依了之后 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 给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人冒作生命的危险 这些人愿意将自己生命摆上 离开他们的家围 离开舒适的生活 他们积极地来帮助人 在信仰里面 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今天我们领受了福音 其实这福音 如果我们了解的话 就是过去一代传递给一代 就是这样的传承 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都没有看到 那空的坟墓 没有经历 这个当时门徒的那种经历生活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当我们在祂的话语当中 凭做信心来接受 凭做信心来面对 我们的将来的时候 这复活的大能 就无时无刻地 在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或许也是我们 生平第一次 在复活节当中 我们不能来到教会敬拜 我们不能在一起 围绕着这个圣餐坐前 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 身体和宝血 但是虽然客观环境的因素 我们不能这样做 但是我相信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有着如此的渴望 我们愿意 我们盼望 这复活的能力 是确实的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运作 来产生功效 就正如当时保罗 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 他说无论是饱足饥饿 无论是缺乏 有余 他生命当中 都得了这样的一个密解 就是他生性 神在他生命的 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生命的不同的经历当中 神都给他力量 而因作有着这样的一个力量 他能够得胜 他能够有能力来应对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七节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 是处于神 不是处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至于失望 遭避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至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 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 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有复活的生命 不是等到 我们在世的生活 生命的结束 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 与神同在的那个光景 我们要有着这复活的生命 就正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 在这里说 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 基督是怎样死的呢 基督是为何而死呢 在基督的生命当中 他怎样的看自己 为作这些而死呢 你愿意受苦吗 你愿意过着谦卑的生活吗 你愿意接纳 许许多多困苦 接纳许许多多 得罪你 伤害你的人吗 你愿意忍受 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吗 你愿意在这些 对你不公平的处境当中 你选择静默 你选择顺服上帝吗 当我们愿意在这一系列 这一切当中 来回应的时候 也正是我们带着 耶稣死的时候 因为耶稣在面对着这一切的时候 他总是以着和非一般人的这种生命的模式来回应 所以带着耶稣的死 也就是说 带着耶稣面对 对他生命不公平的这些事件当中 他所持有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而这样的话 耶稣的身 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这个生命当中 所流露出来的 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了 弟兄姐妹 复活不是单单 光复未来的事情 复活是关乎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领受了他的教导 我们愿意确实的把他的教导活出来 也就是说 复活是我们怎样 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 来为主而活 而这为主而活的 就是复活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面对着严峻的 这个病毒疫情的考验 虽然我们在这阻断措施当中 我们都关在家里 但是 当我们有着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一切都不能拦阻 我们的灭措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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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等待适当的时机之后 我们仍然能够关心别人 我们仍然能够扶持别人 我们仍然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特别在这样一个时代 来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这时候 我们一同的同心 我们来祷告 将我们自己来向神交托仰望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耶稣从死亡中复活 不单单战胜了死的这样一个捆绑 更让我们看到 人因罪而死这样一个挟制 从死在信耶稣的人生命当中 不再成为我们的一个捆锁 乃是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一切 让我们有着复活的盼望 复活的生命 以及有着复活的能力 恳求此帮助我们 让我们各自在我们家庭当中 我们来敬拜 来思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 求神祢保守住我们每一个家庭 在这里的 让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知道 复活不单单是未来我们所能够承受体验的 复活乃是在今世的生命当中 我们愿意为主而死 以致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 主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家庭 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在面对着疫情的清晰过程当中 我们更加能够来信靠祢 依靠祢 在祢那里我们得到平安 在祢那里 祢把我们一切的恐惧 一切对未来没有把握的这样一个心态除掉 以致我们有着能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听过了上帝的话语的联力 这时候我们就来回忆以我们的信仰的懂当 使徒信经我们同生来念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真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一定是支架 受死埋葬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我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对德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弟兄姐妹 这时候我们一起 或做后会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这时候 要同心的来到主你的面前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的保守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的儿女 这时候我们要为世界来祷告 求主看顾那些遭受疫情影响的国家 那些上司许多生命的家庭 求你安慰他们 医治他们的创伤的心灵 也为那些经济受影响 而被迫裁员的业主们 还有遭受裁员的那些员工们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经济 求主你来 祭念他们 也保守他们 带领他们度过一切的难关 我们特别也祭念 金花不为 民众他们正面临 严重的粮食短缺的问题 来向你交通 求主你祭念他们的苦难 愿主你供应给他们 日用的饮食 也保守他们的国民 每一个国民都能够 平安的度过这 疫情的一个时段 特别我们也将我们的 国家新加坡 所采取的 这个断路器的一个策略 能够有效的制止 这个疫情的扩散 也更让这个疫情 能够终止主耶稣 我们把这一些都 交迫在主你的圣所中 求主你使恩看过 我们也为这教区 属下的27个户区 来向你交通祷告 主啊 求你帮助每一个牧区 都能够靠着主你特别的恩典 和够用的恩典 来继续履行教会的使命 我们也特别为这 在前线工作的每一位工作者 来向你交通 主啊帮助我们 纪念这些在前线工作的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次的艰难的时刻 我们也纪念祝愿者 我们也纪念祝愿者 还有那些身心灵油软弱的 都奉尽阳光在上帝里的生活中 求主你使恩看过 让这些油软弱的 有身体不舒服的 我求你都让他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能够看见神 你的恩手 扶持着他们 你从来都没有贴气 你从来都有在看顾着他们 谢谢你赞领你 我们求你保守教会的 路者领袖 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 健康和平安 我们恭敬得法 这一切都交托在 你的圣手中 我们求你垂踢 也定于我们在你面前 如此重心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这时候我们也用 主耶稣教导 门徒的祷告来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苦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老书得罪我们的罪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荣耀全是父的 世事无尽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现在来听几项 关于教会的报告 首先是我们这个 网上崇拜的这个平台 会继续开放 下个主日 4月19日 以及26日 我们都会通过 这样一个网络的平台 大家继续的崇拜 至于何时我们能够在 回到教会一起来 面对面的聚会 就请大家 等待另行通知 另外下的报告是 关于我们的奉献方式 大家通过广播网络 收到的教会的周刊 里面都记载了 我们的各个行会的银行部口 上一周一定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他们的献券 所以鼓励大家继续这样子的来做 另外就是我们的执事会 在4月18日星期六 我们会有一次的执事会 而这一次的执事会 我们也是通过 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 来进行会议 所以请各位执事们留意 好 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唱动线诗 音乐 李宗盛 李宗盛 耶稣基督是纸帮 是生命中的美好 是自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报 我要是自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报 我要是自家是我的荣耀 我要是自家是我的荣耀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度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火处 一生火处 基督福音的托付 欠给耶稣 欠给耶稣我所有你全部 我永远的荣耀 我永远的荣耀 我要顺服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祝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度 我永远的荣耀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火处 基督福音的托付 我永远的荣耀 欠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永远的荣耀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我永远的荣耀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火处 基督福音的托付 我永远的荣耀 现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在耶稣 之前磊耀 让我们一同来念奉献祢 主啊,尊贵 能力 荣耀 显赫 威言idden 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愿是平安的上帝,就是那瓶永约的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 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祂在你们心里面行祂所喜悦的事。 有远全能的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有远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所赐的福将在你们中间,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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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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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